他们是阿富汗的学居人 世代居住在黄土做成的窑洞中 老人巴菲特和老伴在这里度过了平淡的一生 这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也许才是生命纯粹的味道 在荒凉的阿富汗这片黄土戈壁上 山坡上一个个的窑洞中 居住着当地特有的学居人 79岁的老汉巴菲特和老伴在这里生活了数十年 如今两位老人年事已高 现在家中的羊群由子女看管打理 两位老人负责在家帮着给家人做饭照顾孩子 今天巴菲特准备制作一道他拿手的烤鸡 烧烤是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最常吃的食物 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 也没有世俗的纷争和侵扰 窑洞虽然破败 却也冬暖夏凉 老两口配合默契 将自养的肥美土鸡洗了一遍又一遍 在这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的日子里 蹲坐在门口的山坡上 坐着家务享受着缓慢的晚年时光 两位老人虽然年时已高但依旧耳聪目明 山坡下肿上几笼粮食养上一群鸡鸭 生活倒也富足而充实 清洗好的鸡肉 用菜刀纵横交错划上几刀 方便腌制入味 接着找来一根柳条 将鸡肉捆绑在红柳树枝上 老阿婆则默契地在盘子里倒上少许蜂蜜 一把辣椒面 少许孜然粉 加入一大把食盐和一大把咖喱粉 这是老人家自己调制的秘制腌料 做烤鸡烤羊必不可少 做法虽然简单 做出来烤鸡和奥尔良烤料味道差不多少 咱们主页的橱窗就有这些调味料 你可以来上一份在家做纸烤鸡试试看 将搅拌好的烟料均匀涂抹在鸡的身上 并用手指揉搓按摩 尽可能地使鸡肉被充分包裹入味 就连鸡头鸡脚都不要放过 涂抹后的烤鸡看起来已经变成金黄诱人的颜色 在烤炉里添上一些荆棘和几块木炭 木炭充分燃烧后 穿好的土鸡横着架在木架上大火烘烤 随着温度的升高 鸡肉变得通体焦黄 散发出浓郁诱人的奇香 这是巴菲特老汉最拿手的一道豪菜 阿富汗人喜欢吃面 面粉也是他们一天的主要食物 将自家种植的面粉过螺筛后 撒上一把咖喱粉 少许酵母和一大把食盐 倒入温开水揉搓搅拌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养成了老两口默契的配合 年轻的时候他们男羹女汁 男主外女主内 而如今两个人共同在家 成为孩子的后盾 面粉一支揉搓到充分上劲后 盖上一块毛毡 任其醒发上三四十分钟 醒发好的面团变得弹性十足 柔软适中 随手薅出一块 双手左右来回颠倒 揉搓成数十个大小均匀的机子 整个过程全凭双手的精准把控 这样制作出来的面饼 才能够做到大小时钟 巴菲特老汉不失时机地 在地上加上两块砖头 添上几块干柴 生起一个简易的炉灶 这块微微凸起的铁板 就是他们平时制作油饼的铁锅 在一个用不包裹成的蒲团上 撒上少许白面 用手将面团左右撑拽 揉搓成圆形的饼状 将面饼覆盖在蒲团上 整个过程没有用到案板和擀面杖 一切全凭双手的灵活操作 铁板上撒上少许洋油 将面饼从蒲团上转移到铁板中 高温制烤 剩下的工作 将由巴菲特老汉接替完成 用简陋的工具 尽可能地烹煮着美味的食物 松软的酥油饼 配合着金黄焦香的烤鸡 在这样荒芜的戈壁上 破败的窑洞中 过着自己自足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不宜物喜不宜己悲 没有世俗的纷扰 更没有邻里间的攀比 这或许才是生活本来的味道 主食做好后再切上一个熟透的西红柿 剁上半个大洋葱 烧上一壶开水 漆上一壶暖茶 刚刚制作好的焦香酥油饼 配合上肥嫩喷香的咖喱烤拳鸡 巴菲特老汉随手扯下一块鸡肉 拿在手里大块躲一起来 时间带走了他们的青春芳华 却也赋予了他们温暖的人生回忆 老两口相依为命的生活 感动了多少迷茫而疲惫的人 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巴菲特老汉今天给老伴庆祝生日 老两口烹住了一顿丰盛 而且与众不同的美食 在阿富汗荒芜的戈壁上 黄土挖成的简易窑洞中 老汉巴菲特和老伴相依为命 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 今天是老伴的生日 巴菲特老汉早早便宰了一只 自家散养的老母鸡 准备给老伴庆祝生日 他们生活在偏远荒芜的戈壁上 东西的买卖不是特别的方便 所以一切物资尽可能做到自己自足 自家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已经养足了一两个年头 宰杀后看起来也有四五斤的样子 老人在自家的窑洞前 沐浴着初秋的太阳 仔仔细细地清洗着这只肥美的土鸡 他们年轻时也有过吵吵闹闹 然而到了老了以后 反而郁家融洽起来 俗话常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人生是一场没有返程的旅行 最终只有夫妻两个 共同度过漫长的一生 所以我们应学会善待 将一切赋予你的那个女人 阿富汗地处偏僻 环境以黄沙戈壁为主 当地人世代以放牧和种植为生 将鸡肉和土豆一起清洗干净后 巴菲特和老伴来到窑洞中 对鸡肉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为了方便这只肥鸡的入味 还需要用菜刀在鸡身上划上几刀 每每需要烹饪这种终极大餐 都需要巴菲特老汉亲自动手 鸡肉处理好后 另取一只空碗 碗中倒入少许食用油 撒上一大把咖喱粉 少许辣椒面和一勺自然粉 加入一把生姜粉 最后溺入适量的食盐 喝一坨捣好的蒜泥 这是它们腌制食物的密质调味料 将调料用勺子搅拌均匀 均匀涂抹在母鸡的身上 并尽可能做到全面 就连鸡头鸡脚翅膀都不要漏掉 咱们主页的橱窗就有这些调味料 你可以来上一份在家做支烤鸡试试看 涂抹好的腌料还需要用手反复揉搓 给肌肉按摩使调味料被肌肉充分吸收 就连鸡肝鸡心之类的内脏也不能浪费 一起塞入肌肤内 用铝箔纸将母鸡层层包裹岩石 巴菲特端着一个脸盆来到山坡下 在盆中快入一盆黄土 加入清水后活成一盆黄泥 随后将黄泥均匀涂抹在包裹好的鸡身上 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 这做法有点像咱们平时见到的叫花鸡 在这样简陋的窑洞中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生没有大的追求 只要能够有充足的一日三餐 在他们的眼里就算是美好的生活 黄泥包裹的母鸡用木柴围起来大火制烤 整个过程比较漫长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趁着这个功夫将洗好的土豆切成片 随后用锯齿状的菜刀将土豆切成条 常年累月的窑洞生活熏黑了他们的墙壁 斑驳了他们的住所 逝去的青春在他们的脸上堆满了勾勾赫赫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们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 巴菲特从屋外拿了一个简易的炉灶 炉灶上架上一个平底锅 锅中加入自家提炼的黄油 家用盐巴腌制过的土豆放进锅中大火油炸 在羊油的作用下 土豆在锅中发出滋滋啦啦的响声 整个窑洞里也弥漫着炸土豆的香味 阿富汗人喜欢吃油炸的食物 他们在这种旷野上体能的消耗比较巨大 所以经常会吃到油炸之类的面食 像这种狼牙土豆 他们吃的次数也为数不多 经过数小时的炙烤 黄泥包裹的土积已经完全熟透 用铲子敲掉黄泥 并将泥巴清理干净 在揭开铝箔纸的那一瞬间 鸡肉冒出滚烫的热气 卷裹着浓郁的咖喱鸡肉的香味 直往人的鼻子里钻 一张简易的铺尾锡 冲上两杯暖茶 撕扯一块囊饼 配合着滑嫩肥美的烤鸡 再吃上一口焦香酥脆的狼牙土豆 老阿婆的生日虽算不得隆重 但是它也乐在其中